KR 一个以德国人赢得第一次事业大战为主题的世界观 在这个世界中 英法并未获得一战的胜利 反而被歧义的公团党赶出本土 被迫流亡海外 时间来到1939年 在被当大元帅平息了非法政府内部的叛乱分子后 凡尔登雄师的政权已经进一步稳固 在欧洲 德国与公团分子已经开始在边境摩拳擦掌 东方的俄罗斯也在狂热的复仇主义中逐渐崛起 而现在的我们也是时候开始考虑我们的归乡计划了 现在在我们的决议界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多了一个新的决议 反攻大陆 时候终于到了 20年前 革命摧毁了法兰西 践踏了它的传统 葬送了它的伟大 并使我们被迫流亡致死 这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在重建 聚集物资 召集盟友 改革我们的军队 并准备横渡低中海 隔岸相望 不过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决议 但我们依然是不能点的 最终决战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全球紧张度必须高于75% 并且法兰西公社一定要与德意志帝国处于战争中才行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等一段时间的 不过这段时间不会太长 在生产界面方面 现在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大部分产能给到了我们的中型坦克 也许我们对第三国际的战争 可能不会用到大规模的装甲集群 但将来如果我们和德皇还有一战 那么大规模的装甲集群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现在我们趁早生产 哪怕现在的产量很低 但是起码先让它开始生产 那目前我们的主力编制还是以七不二炮来带头 毕竟协约国很大 又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 他们也会扛前线的压力 所以我们的主力编制 现在只要做一个能看的就可以了 然后在情报机构方面 现在我们就派了两名特工前往了巴黎 派给他们的任务 是渗透第三国际法兰西公社的陆军 这并非毫无意义 只要渗透成功了 之后在战场上便可给我们提供优势 那随着时间推进 到了39年的9月28日 现在我们的陆军buff已经全部拿得差不多了 那现在我们把最后一个实用的点了 青年进卫军官团 点完之后增强我们的陆军buff 加我们的组织度以计划速度 政治顾问方面 现在我们只差最后一个了 那由于现在法国缺的比较多的 还是政治点数 所以说我们选择上一个弗雷西内 加我们10%的政治点数 那现在我们继续点我们的陆军buff 继续点渗透战术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东边的俄罗斯居然变成俄罗斯帝国了 现在担任俄罗斯皇帝的 正是弗拉基米尔三世 那这下真的就是还原一战了 我们协约国的老盟友 基本全部到齐了 接着时间到了1939年的12月7日 我们渗透战术的国策也完成了 现在我们只差最后一个陆军线的国策了 机动火力 国策已经差不多都要点完了 那看来离战争也不远了 然而我们的大元帅 本以为归乡之路 已经在向我们招手的时候 没想到加拿大自治里 向我们发来了请求 召唤盟友 希望我们加入他们的战争 没错 当我们把视角放下美洲 我们才猛然发现 美利坚联合公团居然打赢了内战 并且已经统一了整个美国 也就是说 归乡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优先级了 现在我们法兰西的战士 可能要多一个步骤了 那就是在归乡之前 先去美洲作战 很快 时间到了1940年的2月6日 我们的前线部队 已经全部到达了沃泰华边际 现在我们部队的进攻线 已经全部换好了 注意到现在的美利坚联合公团 稳定度与战争支持度 全部都是没有的 没错 他们仍在内战重建环节 那此时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了 不能耽误了 再耽误 他就要把debuff削完了 那我们前脚刚说完 后脚法兰西公社 对德意志帝国宣战 本来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就要开始 我们的复国战争了 然而现在我们的部队全在北美 可能复国战争 就要拖到半年 甚至一年后了 但与此同时 我们又收到了帝国公约的请求 他们想要与我们协约国进行谈判 在协约国和帝国公约 同时与第三国际开战时 加拿大自治领 要求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市 进行双方领导人会晤 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德意志帝国同意了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这种合作会走多远 但似乎值得一试 一位法兰西国的代表 已被邀请参加 那没问题 现在这种情况 即使是和以前的敌人合作 我们也可以接受 毕竟我们手头的烂摊子 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又过了几天之后 俄罗斯也宣布了他的战争计划 俄罗斯开始入侵帝国公约 至此战争的烈度升至最高 现在的全球紧张度 已经高达了百分之百 但很可惜 现在的法兰西 无法参与欧陆上的竞争 我们只能观战了 接着到了1940年的2月21日 弹出事件 哈利法克斯会议 协约国和帝国公约的领导人 今日齐聚在哈利法克斯 没错 离战争非常近 没找公团的一个飞机开过去 扔壳炸弹 就直接给德皇炸死了 直接在哈利法克斯开会 也是够胆大 说回正题 这次我们主要谈论的方向 还是如果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是否能重立欧洲 我们不清楚 我们这样的条件 德一支帝国会不会同意 但如果他们同意了 他们又会要求什么回报呢 接着到了1940年的2月23日 哈利法克斯会议 就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展开讨论 德国代表提出了一个要求 以换取他们的合作 我国政府必须要公开放弃 未来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所有要求 这样的话 德国人才会同意与我们合作 那其实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毕竟现在的阿尔萨斯洛林 也并不在第三公团手里 而是在德国的手里 战争结束之后 反咬德国一块地 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这个要求 其实同意了 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只在纸上签了字 德国人就会认为 我们永远不会再索要这块地了 那德国的外交官 实在是太年轻了 接着到了1940年的2月26日 德国又提出了要求 这次的要求 是德国在第一次事业大战后 在非洲和东南亚 获得的英法殖民地是他们的 那还是和之前一样 这些殖民地既然已经丢掉了 那我们就承认吧 在我们真正光复本土之前 一切无理条件 我们只能答应 之后又到了3月1日 德国提出了第三个要求 这次他们的要求是 一旦我们重返巴黎 我们就必须加入中欧同盟 那前两个我们可以说 这是无理的要求 但最后一个 我们只能说 这明明就是邀请 我们的法兰西大元帅贝当表示 我早就是德国人了 能加入中欧同盟 这是我们的荣幸 即使是德皇不邀请 我们也会请求加入的 而最终在1940年的3月4日 我们正式谈妥 帝国公约与协约国将进行合作 很好 现在我们就正式 与我们这位老对手并肩作战了 然而在另一边 我们在美国前线 打的却不太理想 我们的军队几乎是被一路往后推 并且我们现在缺枪缺的也非常之多 那如果再继续这么推下去 我们肯定是打不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 可能只能从美洲战场撤回来了 为英国人牺牲是不值的 至少我们也得复国之后再做打算 现在的美洲 我们可能待不下去了 很快时间到了6月28日 我们的全部主力部队 与我们的田县部队 赶到了西班牙战场 也许现在我们还打不过美团 不过打一个被两面夹击的法团 我们应该还是打得过的 现在我们必须在决议这边 点最终决战了 这场仗不仅是归乡之仗 更是我们的生死存亡之仗 如果胜了 我们仍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此战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 30天之后 最终决战就将到来 最终到了1940年的7月28日 我们正式宣布 法兰西国对法兰西公社宣战 终于到了我们一直期盼的 长路归乡环节了 接下来 法兰西的军队将从巴塞罗那 直至濒临巴黎 现在就让我们与协约国的盟友们 共赴胜利 团队将在美国的盟友们 都拿出污补 最终决就着调了 所在英国的盟友们 村里的赏兴兰新宣布 每个属于 都来到 队友们 在家宣布 最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争持续到1941年4月13日 由于我们的实力实在是有限 我们的军队在光复阿基坦之后 基本就无法向前推进了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 北方的德意志能发发力了 我们现在的装备空缺太多 我们只能先缓一缓了 最终战争一直持续到1941年8月11日 我们的军队在南部几乎就无法推进了 一直陷入了蹲坑的情况 而北方的德皇趁这个时候 在北线撕开了口子 一直到8月11日终于巴黎沦陷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德皇守约的话 那也许我们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重返巴黎了 随着时间推进 最终到了1941年的12月23日 终于法兰西公社迎来了投降 这法兰西公社总算是投降了 但凡再晚投降一点 我们也快撑不住了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人力已经打空了 只剩零的人力了 而且我们的火炮和步兵装备也缺了非常多 如果德皇能像之前承诺一样 把地全部还给我们 那我们还是可以重新恢复过来的 那这样一来目前为止 我们也算光复了小半个法兰西吧 那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 现在我们肯定是要不回来所有的领土的 这段时间我们开始恢复恢复我们的人力 并且把我们的步兵装备和火炮赶紧补上来 不然的话我们的部队真的一点作战能力都没有 接着又过了一段时间 明明战争我们还没有打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直接跟我们谈出来了吃地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能更早吃地的话 我们的核心也能更早回来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从南部一点一点往北抢 能抢多少是多少了 经过了33个回合的谈判 我们最终是拿到了法国大部分地区 但是巴黎还有北方的三块地我们并没有拿到 不过按照条约来说 德皇应该还是会还给我们的 所以说问题不大 那最终在1942年的8月14日 巴黎条约正式签署 那签署完之后就谈出了事件 德国遵守协定 根据哈利法克斯会议的条款 法国的领土理所应当属于我们 德国政府已经兑现了这一承诺 今天他们将所有法国领土归还给我们 很好 至此我们正式归乡 接着我们便谈出了事件 光复法兰西本土 欢呼着雀跃着 法国全国各地的街道上 重斥着各类游行等庆祝活动 人们欢迎的是 自1920年以来 流亡在阿尔及尔的第三共和国政府 终于回来了 如今我们已经走过了漫漫归乡路 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落幕了 虽然漫漫归乡路已经结束了 但漫长的重建之路 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我们的法兰西成功完成了 归乡大业之后 现在我们的国策上面 就右心加了一条路线 第一个国策便是 法兰西神圣不可分裂 该国策完成之后 会给我们加100的正义点数 并且移除我们的buff 反对攻射 接着会给我们一个新的debuff 挥之不去的攻射影响 这个debuff可以说是十分严重 减我们10%的稳定度 和10%的战争支持度 并且法兰西国将正式离开 帝国金发尾 离开帝国金发尾之后 我们自然也就没有 帝国金发尾顾问的效果了 并且将拆除我们地图外的 两座民工与两座聚用工厂 正如我们所说 重建之路十分漫长 更多的危机 仍然在向我们不断袭来 接着到了1942年的8月30日 我们的两个国策 同时完毕 元帅凯旋 与法兰西神圣不可分割 并且出现了新闻 法国流亡者凯旋 接着我们开始往下点国策 开始点重建正统 该国策完成之后 这将使我们能够在 法国本土人民心中 重建我们的合法性 接着到了10月4日 我们重建正统的国策完成 现在在决议方面 我们就出现了新的再收复运动 为了让我们完全控制法国本土 我们必须重建 我们在民众眼中的形象 只要达到以下条件 本土的每一个地区 就可以被重新整合进法国 那条件呢 就是顺从度 必须大于80% 抵抗度 必须小于10% 那想要获得核心 现在我们就只能把这些决议 该点的都点掉了 与此同时 我们在点国策的时候 我们猛然发现 海的那一边 美利坚联合共团居然投降了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我们的帮助 加拿大自治岭 居然一个人 干掉了美利坚联合共团 本来我们以为 我们法军还要再去一次美洲呢 那看这个样子 英军还是不赛的 那既然这场战争 前期我们也参与了 我们拿几块地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没想到我们的分数 还是抢了不少地的 不少工厂比较多的城市 还是被我们抢了下来 并且我们还有一些分数 就可以把美国的海军也拿一拿 那很快 纽约市条约正式签署 我们在美国 还是捞到了一些好处的 那大部分新英格兰地区 已经被我们控制 现在我们就可以放一个 新英格兰共和国出来了 然而我们刚放完之后 过了几天 没想到新英格兰直接把整个美国给吞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新英格兰直接就不是我们的小弟了 变成我们的盟友 那这下亏的就是我们了 我们本来还有一个波士顿地区 现在也被新英格兰拿去了 现在在我们手上拿得到的 只有纽约市 费城以及巴尔德摩了 随之时间流逝 到了1943年的4月3日 由于英国人一直没有对自己的本岛进行反攻 那我们法兰西实在是看不下去 等了这么久居然都不反打回去 这搞得我们现在一直是战争状态 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的重建工作是十分难开展的 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制海权 我们就亲自帮他登岛 这样的话 没准我们还能在英国分到一块地呢 那战争计划我们早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这次陆军元帅由戴高乐来带领 将领则是由朱安将军来 毕竟他有七的进攻 还是十分强的 那准备就绪了 我们就准备跨过海峡 执行我们的军事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登陆苦战 最终我们成功抢下了多佛港口 虽然说十分危险 但是我们还是抢了下来 那在我们抢下来之后 英国的叛乱军也正式在英国爆发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守好多佛港口 等待我们邪约国的将士全部登岛 战争持续了非常久 由于我们的部队几乎没人力 所以我们的进军速度十分缓慢 那么到此为止 第三国际也算是彻底灭亡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吃地时间了 那最终到了1944年的6月9日 伦敦条约正式签署 那我们这期视频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